而说到BNT疫苗的施打 来看到苗栗县的校园 BNT疫苗施打已经是进入第二天了 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是全县 唯一这个五专来施打的学校 从专一到专三 施打的意愿高达96% 高于全县的平均95% 大多数的学生认为 集中施打可以免去自行预约的不便 更可以提高自活保护力 BNT疫苗开放12到17岁主群接种 包括国中高中职五专前三年级学生 苗栗县启动施打作业第二天 身为县内唯一的五专 同时也是护理专校的 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也随即进行施打作业 分为两天12个梯次 9月23号跟明天24号两天 分12个梯次 来针对专一到专三的同学 施打 今天总共来了三位医生 八位护理师 跟八位行政人员 还有本校健康中心的校护 等等人员呢 来照顾同学的健康 前一天发生高中生音太过紧张 而电信发作 避免学生心理负担 校方加强宣导 本身的话会紧张 或者是有做一些什么准备 不会紧张 然后准备的话是就是多喝水 多睡觉这样之类的 就是老师他们都有提醒我们 对 是说如果施打完的话 有该注意的也会赶快提出完 对 是的 如果有不是也可以请防疫家 苗栗县共有两万九千一百九十九名学生 同意施打病人体疫苗 人的专一到专三的意愿为百分之九十六 高出全线百分之九十五的平均值 配合CDC来宣导 如果同学有胸闷胸痛等五项的 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同学要尽速赶快就医 而且不可以单独的让同学 一个人独自在家或者是在外 由于施打完两周内要避免激烈运动 体育课会适时调整 可申请三天的疫苗假 以确实提升校园防疫保护力